哈囉,大家好,我是志光 今天呢 要來解你跟我的疑惑 其實啊,有很多新手 會擔心說 我養的水可以換水了嗎 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養的孔雀魚 它對自癌水的濾氣 它並沒有那麼嚴苛說 要完全裡 才可以換水 那很多新手他會擔心說 我家的自癌水,它到底靜置了兩天 那還有濾氣嗎 那通常我會跟他講 你可以用一個桶子 裝自癌水 然後放入 氣泡石 然後打氣 打個一天 這樣子就很安全 其實我沒有去測過這個東西 我沒有買過這種測試劑 然後去測說 到底餘濾還有剩多少 所以我沒有去 沒有特別很在意這個問題 那很多新手呢 他們家裡面的設備不足啊 還是空間有 有限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三胞胎的過濾氣 那他只好用鋪氣的 鋪氣方式 還是說靜置方式 去養這個水 然後再換水 那所以他們就會擔心說 這個餘濾還有多少 那我今天呢 特別去買了這個 餘濾測試劑 然後測試給大家看看 那因為這個測試這個東西 是需要時間的 我可能會分好幾個階層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看看 這個餘濾測試劑 它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有一個小湯匙 然後一張說明書 我剛剛其實已經有看了一下 就是我們要用這個四管 裝滿20ml的 自來水 然後滴入這個第一藥劑 一小湯匙的滿池的 這個粉 然後靜置五分鐘後 就能得知說 你的水中的餘率有多少 我在這裡準備了一桶水 這一桶水呢 大約是5公升的 5公升的水量 我準備了這個 5公升的水量呢 同樣的水 我會先把它抽出來 測試看看它的餘率有多少 然後呢 再用原來的這一桶水 放入這個氣泡子去打氣 我先以打個 12個鐘頭試試看 看12個鐘頭後 它的餘率 會有剩多少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四管呢 裝滿了 20ml的水量 OK 我現在已經把它 裝了20ml的水量 那現在準備滴入 第一劑的藥劑 那它這個品牌啊 它滴入這個 第一劑的藥劑啊 需要滴8滴 那我們現在就來 把它滴個8滴進去吧 那現在準備加入一匙的這個粉狀 這個粉狀 滿匙 加入一匙 加入一匙滿匙的這個粉狀的藥劑進去 現在 咬一小匙上面 它是說要滿匙啦 OK 畫面上應該有看到 我就一小匙滿匙 然後 然後 放到裡面 然後蓋起來 他說要搖一下 讓它那個 讓那個粉狀的藥劑溶解 OK 我現在搖一下 那個藥劑啊 大致上 都已經溶解 那他說 要靜置五分鐘 他說 靜置五分鐘就可以 查驗說 這個餘率有多少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 用這個馬表計時一下五分鐘喔 OK 那我們五分鐘後再回來啦 OK 我們現在已經靜置五分鐘囉 我們現在靜置了五分鐘 我在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現在已經六分鐘了 那我們來看喔 其實我滿失望的 因為我 沒有測到 很多的餘率 我在畫面上啊 因為相機的問題 它有色差 其實我現在看起來 它比這個 0.01的餘率還要少 因為它色澤還要淺 當然在畫面上的話 我現在是看 我看那個相機上面錄影的畫面啊 其實它幾乎是透明的顏色 看不到 但是我現在現場看的 顏色 它是比這個 0.01的這個 顏色還要淺 所以 這個測試呢 我想 我想在我這裡無法實驗啊 因為你畢竟好歹你要 你好歹有到0.02% 像這種程度 讓我去做試驗 那才有一個 明顯的準確度 那像這樣子的話 幾乎不用測啊 也測不出來 那每一個地區的自來水 都不一樣 那所以如果你們有好奇的話 你們有好奇說 餘率有多少 或許這個方法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 就像我講的 你只要浸置個兩天的水 或是 丟入一顆氣泡石 下去打氣 其實這個濾氣啊 它已經會曝掉 你不用太擔心 那今天這個實驗呢 其實是 一位網友 他跟我講 他想要知道 那也希望我試給大家看 OK 我今天就試給你們看啊 但是沒有辦法 他 我的馬表依然在跑 現在已經8分鐘了 他依然還是 呈現一個無色的狀態 我的鏡頭上面 他依然是呈現一個無色的狀態 我沒有辦法試驗給大家看 但是我做了啦 OK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玩玩看 不用太擔心啦 其實孔雀魚真的不難養 除非你今天是養蝦 因為蝦子對濾氣很 真的很刁鑽 那孔雀魚 你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OK啦 那今天這個實驗就到此啦 那喜歡吃影片的 請下方幫我點個讚 按個喜歡 讓他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那想要繼續追蹤本頻道的 請按一下訂閱喔 OK 那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囉 啊對了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我可以找方法試給你們看 OK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